當年就來考公開試的你 放學之後會做些甚麼呢 這班中學生就選擇去關注十方者 更加研製了這對淘寶手套 去加強他們的工作安全 因為我們多數見到十方者就是 徒手去十方 我們都是在新聞上見過的 被牙籤刺到 然後被細菌感染傷口 其實都是一件可大可笑的 所以就不如做一套手套 可以有安全環境之下 和一個安全的裝備之下 可以令自己更加工作得方便 這班中學生並不是好利地地 只會關門自己做東西 他們有落區去接觸十方者 了解他們究竟有甚麼需要 平時你都是在哪裏十方多的 在這裏 就是這裏 你平時十方會不會有些弄傷的東西 那次就是弄到我的腳 手呢 有時那一筆戒刀 完全沒有辦法 自己戒自己 但你不會戴手套那些 我不戴手套 戴手套 不會做事 經過了不同的訪問之後 其實都發現到 十方者比較著緊的一個點 其實並不在於他們的安全 可能是更加 是他們工作順暢的程度 方便的程度 甚至是他們賺到金額有多少 之前見到十方者或青年工 都會覺得 突然現在車仔 在路邊走過 是不會再往的 其實十方者 你會覺得 是一個很低賤的工作 比不起其他很多醫生 但其實沒有他們 其實我們的社會 是不會運動得那麼正常 那麼順暢 整班青年人 由一開始 可能對社區 社會 一些事務 其實不太認識得深 還有可能 跟他自身的關係 其實是好像很疏離 因為其實學業 已經有一大堆東西去處理 還有什麼時間 可以去關心社區 見到他們由零 去到一的時候 這一步其實都差很遠 現在這對淘寶手套 已經出到第四代 他們說會繼續改良手套的設計 最希望是可以順利量產 不過我們都不會說 怕沒有人做 因為我們這個程度都很長 開完第二次 又可以一起再做 如果出街看看 所有的十方者 青年工都是年紀偏老的一群 其實想一想 他們都這麼老 身體機能又差 還要出來為了養頭家 而且人工也不見得很多 作為普通市民 有時候 可能見到他們很辛苦 可能幫我幫他們收拾東西 就已經很好 好